七夕情人节当然要吃一点巧克力咯 不过吃甜的巧克力已经不稀奇了 来看到现在有业者推出的是 辣椒口味的松露巧克力 民众说这个吃起来呢 辣辣的后劲倒是很强 不过呢一颗要价不便宜 比原味松露巧克力贵上一倍 一颗就要一百块钱 吃起来还蛮辣的 然后后劲很强 喉咙会稳稳的 辣辣的后劲还蛮强的 什么东西吃起来辣辣的 仔细一看这可是辣椒松露巧克力 上头黄红的一层外皮 可是用了75%的高纯度可可和芝莉辣椒 辣度就和胡椒粉差不多 不过一颗要价也很惊人 原价一颗平均52元 这辣椒松露巧克力一颗就要一百元 说到国外影集推崇 原来辣椒松露代表女性也能大胆求爱 你想要比如说男朋友送你这种巧克力吗 应该是可以 还有这个别出心裁的复古盒子 打开一看原来里头装满了 30片的巧克力 特别是这些都是蛋糕口味 除了有草莓蛋糕还有蜂蜜派 甚至是女性喜爱的咖啡布朗尼 限量500组即使要价一盒就要880元 情人节销量下下叫几乎销售一空 从中国引进了这个木盒的感觉 然后就是把它搭配设计在里面 新烤味新包装越创新越能挑战消费者味蕾 不可少的情人节应景商品 也让情人节商机开出新红盘 中日新闻这层总红书人台北采访报道